大家好,我是Dixon 到2021年的第24条MC 你会看到我画了整幅图画 比题目更多 题目只有几个 他问有什么细胞的种类 在组织液的T-Sofuio里找到 我读过课程内 内容内 就是血脂的成分和组织液的成分 其实有哪些东西是没有的呢? 红血球,血小板 其实是过不了微血管壁的 但白血球是过得到的 所以当中里面 你就会看到 在淋巴管里面 你会看到白血球 当中里面的营养素 废物 多余的组织液 就会进入淋巴管 形成淋巴液 当中里面的营养素 氧气 二氧化碳灰物 就是回到血管里面 但当中里面 有一些细节位要留意的 首先第一样东西 例如血小板 是过不了微血管壁 第二样东西 就是你会看到 一样东西 就是绿色的部分 绿色那些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抗原 其实那些抗原 其实都会经过 那个淋巴管那些纳缝 进入到淋巴管里面 当中里面 我读读课程里面 就是 其实在组织液的课里面 都未教身体防卫那一课 谁知道 其实究竟真真正正正 没有B-SEL和T-SEL 所以其实整件事 就是很明显考大家 考什么呢? 就是我们读读的时候 其实白血球是过到微血管壁 就形成组织液 但是当中那个红血球 和血小板就过不了了 当中里面 组织液的成分 和血液很相近 只是没有了红血球 血小板 和一些血脏蛋白 但是血液里面 攜带的白血球 例如那个B-SEL T-SEL 吞噬细胞 其实全部都会 擠出微管壁 进入去组织液 所以其实B-SEL T-SEL 和吞噬细胞 都会找到 所以答案就是量 当中里面 也有三成的同学 其实都不知怎么选 因为其实 你选了B-SEL 选了T-SEL 又选不到吞噬细胞 接着又B-SEL 配吞噬细胞 接着又T-SEL 配吞噬细胞 那么太生气 其实全部都是 微不键的话 全部都是 所以当中里面 有时候 如何夸课题问呢? 就是有时候 想一想 例如你由第一课 温到第八课 组织液的形成 接着往后的课题里面 如果又是涉猎到 和组织液的形成有关的一些 液体 细胞 你就要翻桌 希望今天的分享 可以帮大家去理解这个题目 拜拜